扁虫是蜗虫、韬虫和蜥虫三类的统称 身体两侧对称 无呼吸系统、骨骼和循环系统 具有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 蜗虫被切成几段后 每块都能长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是一种非常奇葩的磁虫同体的生物 对于磁虫同体的生物而言 交配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一般来说 作为母亲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比如需要承受怀孕、生育的痛苦 以及后代的抚养义务 蜗虫也明白这个道理 都想当风流的父亲 而把反显后代的重任丢给对方 由于他们没有办法达成合作生娃的协议 比如这次你当母亲 下次就换我来当 因为对于蜗虫来说 明天的太阳是否还会升起 都还不确定 更别提花大量的精力 去寻找那个一夜型的配偶 这就好像旅游景点里的商贩一样 这辈子与游客都只有一面之缘 就会毫不熟悦地展客 因此蜗虫的交配就成了一项充满危险的活动 他们会伸出两个健壮的繁殖器 你来我往的互相攻击 一旦吃到对方的体肤 就会把极叶透过皮肤传给对方 整个决斗通常持续一个小时左右 直到一方的存货全部交光为止 在此期间 双方都有很多机会吃到对方 所以 如果两只蜗虫势均力敌的话 那么双方都会变成雌性 被注入够量的蜗虫 在决斗后 会瞬间变成一位温柔的母亲 而胜利者 则会大摇大摆地离开 继续享受单身汉的生活 并寻找下一个对象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关注小K 每天了解一些 不知道有什么用的知识